銀色叫車開進超商的停車場 隨後兩名機車騎士 馬上逆向騎過來 兩個人交投接耳 一看到被喊人下車 黑衣男子馬上靠近 先移動自己的機車 接著跑到車窗的旁邊 不到10秒鐘的時間 已經打破窗戶 並且偷走車內的包包 快速的和同伙汽車逃逸 歹徒已經在對面伺急而動了 那在我太太的汽車前面的話 其實還有兩三台汽車 但是我太太一過馬路的時候 她那一台摩托車就回轉了 兩人一組的嫌犯像是預謀好的 其中一個人還假裝走進超商買東西 就站在被害人的旁邊 另外一個人負責砸床偷竊 魏小姐放在車內的包包 裡面還有2萬多元的現金 最誇張的是 兩張提款卡密碼被破解了 5分鐘後就被盜領17萬元 總共損失20萬 太太的包包放在副駕駛座那邊 那她同時也有放暗示密碼的 這個便條紙 已經在下一家的全家便利商店 取走太太的現金 兩張卡共8次 雜窗惡人組在大雅區犯案之後 竟然又出沒在海線殺戮 另外一名被害人只是下車買早餐 沒幾分鐘的時間 車窗就被敲破 包包 手機 手錶都被投走 下手偷竊後才15分鐘 嫌犯就用被害人的信用卡 去預解現金 還好沒有得逞 從車子上面下來 到破窗 到取物 到他騎走 這段時間的話是9秒鐘 雖然監視器清楚拍到嫌犯的車牌 但是警方表示車牌是偽奏的 已經調閱沿路監視器 全力追棄當中 記者臨今晚韓志欣台中 採訪不到